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要送大礼 说哎 我们现在同意你哦 成为欧盟的候选国 请问下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一个拥抱乌克兰呢 又或者是一个劝详的一个策略 好 我当然 你可以 你可以肯定这三个国家的领袖 他们 他们是有听政经龙风配的 那我们我们再三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要解决乌克兰的战战争 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让泽伦斯基有个下台阶 有下台阶 而且他要觉得safe 他甚至可能会会成为流亡 流亡总统都有可能 那反正他他老家在佛罗里达嘛 那他爸爸妈妈家呢 在以色列嘛 那他太太小孩呢 在伦敦嘛 这些基本上面反正就是 除了基辅以外 他这都传言啦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他的他的在以色列 他爸爸妈妈那是确定的 他在佛罗里达那也是确定的 那是有房子 对 好 那他们基本上就你必须要让泽伦斯基不会很屈辱的去接受这个这条件 最少要让他觉得说这是周围的国家的共识 不是你一个人而已 你不要你不要把压力都放在你身上 我们我们共同认为这个是好的 当然你说现在大家在在在劝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泽伦斯基现在被卡在卡在那个地方 就是他没有办法放软 因为他放软了之后 他会威信禁虚 所以他开始呢 他反而呢 采取了一种的更焦虑 然后更更更激烈的操作 他他去批评了自己的指挥官 然后他他甚至于呢 甚至于呢 诉求所有任何的就是叛变的格杀误论 那这种的操作的方式 加上他两次到第一线 一次到乌东 哈尔科夫 那这两天呢 他又又又到了乌南 到了到了尼古拉耶夫 到了尼古拉耶夫 那旁边呢 就是呢 熬德萨州 那到了这些这些地方 呃 就说有点郁家清蒸的味道 就是我还是呢 鼓励呢 我们的乌克兰军人战 然后呢 希望你们多给我武器 然后呢 我们我们打打到底 对啦 就是说这些周围在在劝和的啊 你知道要劝一个一个他们口中已经讲了很久的被侵略的国家 受害的国家 乌克兰当然受害非常非常重的国家呢 要投降 所谓的所谓的和和平对乌克兰来讲 不过是投降的另外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叫他投降 但是这些国家都讲不出口 所以他们就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什么叫顾左右而言他 我我没有办法当面呢 跟跟泽伦斯基 跟乌克兰讲说你投降吧 你和谈吧 那但是呢 我就转过身去呢 我我就跟陈陈凤青讲 哎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劝劝他要投降 然后当我们两个的讲话 但是我们用的音量是他可以听得到的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要用媒体讨论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要劝详他的话 不当面讲给他听 但是他都听得到 对 我们我们用一个 我跟陈凤青用很大声的声量呢 然后告诉他 他虽然没有在我们讨论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就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跟跟乌克兰的讨论 都是用这种的方式 都是用不对的泽伦斯基讲 但是泽伦斯基一定听得到的声音 那泽伦斯基会会感觉到四面楚歌 或者说四面的都是劝和的声音 但是这一次这三国的领袖去 当然泽伦斯基又不是笨蛋 你给我一个欧盟候选国 对 因为给的是一个稻草 你把我当白痴吗 候选国 什么叫候选国 候选国呢 就是就是 就漫长的等待 我形容为就是订婚 订婚有法律效的效力吗 没有 没有 订婚只是告诉周围人说 我跟他订婚了 我们可能会往结婚的方向走 但是是不是一定就结婚不一定 土耳其在1999年就已经成为欧盟候选国 对啊 到今天为止就是不可能加入欧盟 对 塞尔维亚也一样啊 就是土耳其都都已经讲了说 我们不反对乌克兰 可是你要排队啊 你不能够用超车的方式 因为他被打了 所以他就优先啊 其实其实土耳其多虑了 就是欧盟基本上怕死了 就是乌克兰的加入欧盟 拜托欧盟的所有的重建都要我背啊 是 那我欧盟哪背得起啊 所以现在当然是候选国 候选国我有个弹性啊 那你说泽伦斯基是笨蛋吗 当然不是笨蛋啊 泽伦斯基当然懂 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 我们就讲就是说 以莫斯科 以普丁第一时间 我们就讲就是说 普丁呢会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可是普丁不会反对他加入欧盟的 你加入吧 是 你就尽量叫不用我来 我来跟你say no 我何必当坏人 坏人让欧盟自己当欧盟一定不会让你加入的啦 管你什么冯德莱恩讲的都没有用 冯德莱恩讲了半天之后有用吗 做了宣布 穿了穿穿了这个搭配色的衣服 那个每个看的都知道就只是给他个台阶杜悠悠之口 用一个耳去吊他 让他下来了之后 以后再慢慢扯 乌克兰要加入欧盟 阿布阿辛丁 真变 我觉得乌克兰现在的情势大概是没有更糟的状况了啊 你看到他呢 在战场上面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因为这个北对内刺客看起来 其实俄罗斯拿下是指日可待 俄罗斯呢只是在观察说 我怎么样用我最小伤亡来取得北对内刺客 现在很明显的就是用饿死或者是逼死这一些 困死这一些 这个最后的守军啊 这个是在北对内刺客 而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比较偏北边的哈尔克夫 或者是在南边的扎布罗热这附近 乃至于尼古拉耶夫这附近 其实都已经开始出现战火 而这个战火刚好就符合俄罗斯 他的基层的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说的第三阶段 没错 就是哈尔克夫 尼古拉耶夫以及奥德萨 这几件事情如果做成了 那对不起乌克兰未来再想要谈判 那对于乌克兰来讲情势更糟 因为他就会标标准准的成为一个内陆国 完全没有出海口 我觉得这个泽伦斯基他真的感受到了这个危机 所以他跑到了尼古拉耶夫 然后去喊话 去提振士气 放心 我们一定会坚守到底 但问题是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也在逼谈 就是我现在要逐步的让你变成内陆国 看你谈或者是不谈 乌克兰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期待是说 如果盟军给的武器都到了 如他们所需求的都到了 他们希望能够反攻成功 然后接着在八月的时候 他才要谈判 他们现在讲得出来是八月才要谈判 所以因为我这样子战争有一个反攻 然后有一个成果 这个时候呢 我才能够去跟俄罗斯坦 但我担心他在战场上等不到一个更好的情势 但是国际上面要求他和谈的声音越来越大 除了我们看到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罗马里亚的领袖到基辅之外 我觉得最近哦 西欧的选举 你看到德国的地方选举 直政党大败 英国的地方选举 执政党大败 今天法国国会的第二轮选举 马克宏失去了国会的过半席次 西班牙的地方选举 执政党大败 原因是什么 都是通膨啊 就德国 法国 英国 还有西班牙 执政党的败都是因为通货膨胀啊 如果他不解决德乌战争的 俄乌战争的话 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通货膨胀啊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对 当然 我常常很多国家的国民都很漂亮 但是事实可能跟他的那个国民是相反的 比如说意大利 多好的名字 意大于利 但是我告诉你 真的是利大于义 他应该叫做利大义 不会叫做意大利 那你看他们去跟 去跟基辅去谈的时候 无非就是希望 在这个时间去啊 你想 马克龙 他应该他的关注的是他的国内的选举 可是在国内选举即将投票的前两天呢 他却到了基辅 那当然是一个选举动作了 就是 就是呢 要转移焦点 然后拉抬 拉抬 声势 可是 没有用 那现在 刚奉 奉兴讲到的就是说第三阶段的战争 这个第三阶段的战争 我我我我手上有一张图啊 我们有小编的也可以把对应的图呢找出来 你看到这个是乌克兰的各各各州的图 乌克兰有四十几个州 那你看到乌东呢 乌东现在当然战火惨烈 其实乌东 包括了 包括了北顿涅刺客啊 就是说的那些最后的那些 那些还在交战区 包括了那个化工厂 在昨天呢大概都已经传出 陆陆续续呢 有建制性的投降的情况 那说 呃 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呢 利西昌 昌斯克 大概是最后的一个城市了 就利西昌斯克如果被攻下来之后 他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呢 整个的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这个整个的整个的区域呢 就是所有的行政边边边边界 就都已经的完完全全由俄罗斯掌握了 好 那接下去的这五个地方 这五个地方的是接下去的 所谓的第三阶段的军事行动 你可以预测大概就会在这几个地方 而且已经开始有零星的战火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过 就我看到俄罗斯的军队的移动 他在哈尔科夫呢 以及呢 以及呢 在这个就说 南边的克尔松这个地方 他的军队的部署 一看就不像是防御性的部署 他已经是一个攻击形态的部署 那从哈尔科夫 然后呢到蒂涅伯罗州 然后呢到扎波罗罗热州 这两个州呢 其实呢是 现在是归谁的很难讲 就是俄乌呢大概各有一半的势力 那克尔松呢是第一个完完整整整整的 被俄罗斯呢所接州的州 南边呢就是克里米亚 在旁边呢尼古拉耶夫跟奥德萨 这两个州呢是黑海的滨海州 当然黑海的滨海州 如果这两个州呢都拿下来之后 尤其是奥德萨 奥德萨是黑海大港 奥德萨这个城市 就是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讲过就是说 他从当初建成 他就是完完全全呢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风风格俄罗斯的风情 这个是一个在黑海边上极端浓厚的 俄罗斯东正教风情的城市 是俄罗斯人建的 俄罗斯人对这个城市的感觉 可能比基辅要来的更强烈 那那你说那可是这个是乌克兰的 抱歉在这个这个这个城市呢 在黑海边上这个城市 就是在100年前 在1922年以前的时候 他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在100年前的时候 他就是个内陆的小公国 他根本不靠海 乌克兰靠海 是因为他被俄罗斯 被苏联吃掉了之后 是苏联成立 他进到了苏联体系之后 他才意外的靠海了 他还拿到了克里米亚呢 在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俄罗斯现在当普丁呢 把自己呢 把自己有意无意的比作 彼得大帝的时候 这就是他要的 既然彼得大帝的时代 这些都不是你们的 把他收回来 那如果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就难堪了 虽然普丁的讲话 仍然没有说 我要把乌克兰全灭 把乌克兰占领 他说他们仍然的希望呢 跟乌克兰很快的呢 恢复恢复正常的互动啊 关系啊等等等 表示呢 他即使到了第三阶段 因为之前我们认为只有两阶段 但是呢 如果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 就比预期中 他就已经不是原来设定的那两个目标 反纳粹跟非军 军事化 他就是要恢复网欲 就说呢 这个俄罗斯的光荣 那要把黑海边上的都收回来 这个对乌克兰 或者对西方国家来讲 打击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乌克兰希望战场上面 能够有奇迹反转 但他不见得等得到那个反转 也许会等到一个更糟的一个局面 而西方盟国现在 集体的施压的结果 乌克兰到底听或者是不听 我觉得还是一个问号 因为关键点不在于乌克兰损失多少 关键点在于 泽伦斯基他个人的政治生涯 会遭遇到多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他的政治生涯被确保了 我觉得他就会和谈 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乌克兰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使得乌克兰没有任何的调 没有任何的筹码 可以来和解 所以我觉得他就变成一个僵局 而在这个僵局的这一刻 我们看到教宗说话了 嗯 其实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重量啊 是远超过任何领袖的公开说话的 嗯 那么 教宗当然代表的就是和平与善嘛 对不对 而且他这一次是很刻意的要说一整套完整的话 所以他是接受了天主教媒体公教文明的专访 嗯 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一定是套好招的 嗯 教宗说我有话要说 然后接着呢 题目也都已经拍好了 然后接着他再说话 嗯 教宗有没有谴责俄罗斯 有 他有没有表达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有 但是他对于战争的责任归属 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认为一切都是俄罗斯太压吧 嗯 他明白的说这场战争是被挑起的 嗯 他说 这个他非常关心武器的测试与买卖 嗯 他其实在暗指有些人想要挑起战争的目的 嗯 是为了武器的测试与买卖 嗯 他认为他举了一个西方非常熟悉的 同化 他说我们不能够陷入 小红帽的善恶二分法 嗯 就小红帽一定是善的 嗯 而大野狼一定是恶的 是的 嗯 他认为 当初北约的扩张 嗯 到了俄罗斯门口的时候 其实这场战争就已经是注定的 嗯 因为俄罗斯是绝对不会允许外国势力靠近他们 嗯 所以你说他谴责了俄罗斯吗 他谴责了他的入侵 嗯 但他更谴责了 在背后挑起战争的人 嗯 好 现在的教宗方基哥是一个这几任教宗里面声望很高的一个 嗯 那他就像他讲的就是说你们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找到了我 因为他在南美洲嘛 对他在阿根廷 对在南美洲然后被找到了那他在南美洲的这个当整个中南美洲呢是天主教的大本意嗯 他在南美洲呢被找到在南美洲的生活了这么久 教教宗这个这个教宗方基哥他真正的反应了比较非西方的主流的价值的观点他的观点真的比较第三世界 嗯同时呢也比较就是说那不是传统的西方的那种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的逻辑的观点好所以呢方方基哥的话呢不多 但但是我我觉得他就比较有呃相对来讲比较有宗教的情怀到到到许多的落后地方啊去走啊走啊走啊 这个在战争发生之后的这个时候呢接受他们自己的他他没有选择一般的熟视的媒体嗯 他选择他们自己的宗教明大概就是要避免自己的话呢被断章取义 那他讲到的善恶二元论就是哦就是大野狼跟小红帽这个反正一般人一般人的脑脑袋了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上上个二元论的你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就就就是复仇者联盟好的好的跟坏的之前都是清清楚楚楚好的就是好的不得了坏就是坏到底对要不然电影就拍不下去啊 那呃当他在谈到上上个二元论的时候其实他就点到了西方的当代的文明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之前我们讲过1947年的之后的美国从杜鲁门之后杜鲁门开始设定的冷战就是从善恶二元论开开始的他把什么东西呢都都是用二分的方方式我代表善的他代表恶的那我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他代表的是共产主义 我代表的是自由他代表的是独裁对那我代表的呢是是是是民民主他代表的是什么是基本上他就是完完全全呢每件事情呢都用二分的方方式让你只能选一边所以整个的世界呢为什么这个世界在过去70年里面天下苦美久矣 这种的苦美就是说因为这种的善恶二元论啊让大家呢一旦面对到一些的核心的矛盾的时候没有调解的空间 好那那教宗呢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他谈到啊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场战争背后所呈现的整个情境 这场战争或许是以某种方式被挑起或是没有受到阻止 那他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能反反问了这个访问的这编辑他说我这样子说会不会让他被认为是亲普丁pro-putin 那他说不我不是这样的说法呢是过于简化跟错误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时候谈教教宗他不过就一个人啊范范蒂冈你去过了之后他在罗马市中心去里面一个小区域 没错就外外面的几个围围围围围着大家到那地方拍拍个照我来过范蒂冈了把他当做的多多有力的一个管制 就一不小心就就跨出了范蒂冈的国界了那坦白讲你要你要跨进去也不容易了因为再进去就管制很很很严格了那你到了到了范蒂冈这么小里面呢除了神职人员里面呢他总共加起来大概一千个人其中大概有八八百个人呢是是瑞士的佣兵负责他的安全事务那个国家就这样他他为什么有影响力 他是宗教的力量他的宗教的力量拉丁美美洲基本上是所谓的天主教的大本宜他来自天主教的大本宜 教宗的讲话你不认为他高度的反应拉美的价值观吗拉美在这场的战争当当中尤其最近的那种的反美的情绪你不认为他高度的反映了拉美的价值观吗 那当他他讲完话之后难道难道大家就是叫教宗讲话了他是教宗吗所以我们就应该听他的未必 可是呢他他确实呢会有很强的催化的效果毕竟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会有影响 毕竟天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 他基本上是一个同同同源的所以呢当教宗讲话的时候会让会让大部分这种包括了美美国人总统要宣誓手必须是按着圣经哦还不是按着按着宪法是手手按着圣经 in God we trust 钞票上面的而且拜登是公开都不断的强调他是天主教徒对就是当在美国基督教徒的总统比较多但是他是说他是自己是天主教所以当教宗讲话了之后呢那大家都都尴尬但尴尬有另外好处啦就是说教宗讲话之后不也就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嘛嗯就是他也没有没有特别亲哪边只是告诉你就是说战争不能够这样子单线的理解不能够只认为小红帽 帽呢是善良小红帽是对的大野狼就是大野狼当然是要吃人的啊大野狼是上上帝的赋予我吃人的使命我大野狼不吃人那我还叫大野狼吗你你其实你从故事的理解上不就这样可是你把它形容成一个女人化的大野狼他当然就很很可怕可是狼老虎狮狮子你进到森林里面了我不吃你那我那那那我怎么过日子呢 其实教宗讲的无非就说你如果能够回到某一方的基准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问题才有解如果你不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不能够转念什么事情都是无解的那这个叫教宗因为老了他最近85岁对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太有需要拿拐杖了 那所以天主教圈子里面的普遍认为他可能会请辞可能会交棒就提前交棒对那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我认为他在发出一个他即将卸任前的哀鸣跟祈祷吧要能够和解只有一个方式要能够有个外交谈判的空间就是先抛开善恶恶分发嗯因为在童话故事里头小红帽呢 他不但是救了自己啊然后呢还杀了大野狼那童话故事才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如果这个是我们世界里头所追求的圆满结果那对不起那就只有等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就按照西方这样的解读嗯可是如果他的根源并不是这样的三二二分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才有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嗯我们拭目以待吧因为现在关键点已经不是观察美国的态度 如何然后德国的态度如何法国的态度如何英国的态度如何或者教宗的态度如何而是乌克兰的态度嗯这个他们究竟希望能够在就他们到底要对他们来讲因为付出代价的终究是他们嗯那这个教的教宗他当然是他一定是悲天悯人的嘛看到战争看到看到这么多的伤亡尤其是平民的伤亡难民这当然是从那个宗教情怀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要喊停这这任的教宗呢 你可以看到他上任之后我觉得他专注想要处理两个两个一个一个就除了战争以外对这种的计贫啊扶弱的这种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去解解决天主教在中国教区的问题嗯他一直想解决这件事情虽然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结果可是你回头去看其实这这个教宗上任之后有关于中国跟天主教跟跟罗马范蒂冈之间关系每隔一阵子就一直都有新闻讯息 他想解决这些事情他其实是最积极的一位